对于吴卓琳,相信大部分网友的感情都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同情她不被父亲认可,遇见成龙这么个不负责的父亲,另一方面又为她的不争气而愤怒,如果她不是跟着一个外国女人跑到国外订婚,而是在国内认真学习,那么她都一定会赢得观众的喜来吧。 之前还有很多网友为吴卓琳开脱趁她还小,本就是单情家庭,又被各种娱乐炒作,有处于叛逆期,难免会被人利用,因此之前许多网友骂的最多都是吴卓琳携带在身边的外国女吧。 不少网友斥责这个外国女人在故意利用吴卓琳,还曾拔完让吴卓琳或者成龙管一下,不要让吴卓琳真的被人操控,从而一声击毁。 但随后吴卓琳不声不响的选择远走加拿大,正让不少自认是为吴卓琳好的网友难免有些寒心,因为从吴卓琳的举动胜不难看出来,他是为了躲避舆论而选择远走的。 这让不少网友气氛倒口,在这里,好歹除了是还有网友做后盾,到了国外,你自己一个小孩子,就会变成人家的玩偶口,而随后,吴卓琳便和他的女友在网上发布了那篇首次亲口承认自己是成龙女儿的视频,那篇视频出来之后,无数网友都真正有言的称,吴卓琳是被胁迫了。 你们网友们不肯相信,之前乖巧的吴卓琳,会变成这样一个没有丝毫骨气,像成龙,像网友低头的人,还有不少网友同情其遭遇,给吴卓琳发文让他,赶紧去救助一下女儿。 趁吴卓琳不仅如今生活贫穷不堪,还被人血破操控,随后曝光出来,吴卓琳在外时荒文持生计的文章,也引证了网友们的猜测,因此不少网友都觉得,吴卓琳应该是被外国女友欺骗了。 但仅一段时间的消息,却让网友们难以置信,首先是吴卓琳将信是WO改成CAN,随后在国外生活不顺的吴卓琳,竟然从事荒泽一跃成为了公司老总,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已经19岁,又独立思考能力的吴卓琳,还是选择了那个外国女友订婚。 这就不再是网友猜测的被写破什么的,而是吴卓琳真的心甘情愿,因此,这个消息传来之后,吴卓琳断是在身上,骂声多,成为网友心中的坏孩子。